爷亲回 时隔15年《武林外传》原班人马重聚 网友 笑着笑着就哭了 请点赞订阅 谢谢 你还记得这块牌匾吗 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件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时隔15年 《武林外传》剧组重聚东方卫视春晚 为大家带来第81回 时间真的如同掌柜说的那样 20年很快的 盘纸一挥间 这一次郭芙蓉吕秀才终于结婚了 同掌柜at严依 开口还是那位儿 无双at霓虹结仍是放着我来的憨憨丫头 李大嘴at江超依旧放不下慧蓝 姚辰时隔15年在演郭芙蓉 观众和粉丝也是纷纷发文感叹道 小郭终于穿上了红裙 看样子是一场迟到了15年的婚礼 葵花点学手排山倒海鹅滴青娘A 同服客栈发生的点点滴滴 仍丽丽在目曾经的下饭神剧一代人的银屏 记忆武林外传全程回忆满满 导演上镜也来到现场 好多人都在说 爷亲回 at女侠郭芙蓉 今天姑奶奶不打得你桃花满天飞 你就不知道姑奶奶新花为谁 开at武林外传投像 没有老白是因为她胖了 穿不上衣服吗 at苏糖不够甜下滑线 无双说下一个15年 他们都要60岁了 我直接泪奔 at怪力少女不奇怪 我看哭了 这部剧是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最温暖的家 在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播放这部剧 我心里的唯一也只有第一 哭死我了 at零夏天 台上看到了15年后的武林外传 现在正看着武林外传入睡 这样的感觉很奇妙 看到严妮说的话就哭了 15年了 还会陪伴每一个喜欢武林外传的我们 到接下来的时光 at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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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15年前 在大年30的晚上 为了看武林外传的大结局 挨了顿打换来了大结局 今年我29了 每年都会刷几遍 后来的采访真的是哭着看完的 15年了有人走有人来 at 更发山 V 武林外传 最美好的江湖 感谢上镜导演 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 剧组的每一次重剧 好像都能打开我们有关青春的记忆 怀念 感动也欣喜 依稀记的主题曲 开头 嘿 兄弟 我们好久不见 你在哪里 嘿 朋友 如果真的是你 请打招呼 你好 同福客栈 你好 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给我们带来无数欢乐与感动 陪伴一代人成长 当年的武林外传 收视率爆棚这个故事的每一帧 都没有被忘记 武林外传前80回的大结局 是在除夕夜播放的 因为抢电视 被家里大人骂了一帧月季的当年大结局的最后 字幕上打出的是前80回玩 观众们心心念念的期盼着后80回的上演 然而 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等到武林外传最让人难忘的 是从主角到配角 他们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 但往往在危急关头 人性的光芒会遮挡住阴暗面 这份治愈 让不少网友至今都说 每当感到生活不易 就去武林外传躲一躲就能坚持下去了 距他们上一次这么整齐地在一起 也过了很多年了 每个人都变化太大经历太多 一句黑兄弟 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让我们想起那些年你还记得15年前 陪你一起看武林外传的那个人吗 评论里一起回忆下把来源 奇卢晚报 奇卢汪宝002综合东方卫视 新周刊 网易娱乐